听薛大哥这意思啊 可能在很多时候 他是不咋出风头的人 所以啊 找个能说会道的媳妇 便要的场合 混合混合气氛 给自己长长脸面 也就一直是薛大哥的心愿 那这一顿饭吃下来啊 薛大哥觉得 在接人带物这方面 严大姐啊 是把好手 目标是 先找个啥事的 就忘记了说的 这死话实说 对啊 我目标找个干净力点的 是适合我的 然后 有固定收入的呗 有房子的就行 啊 不好点吧 固定收入我的是 先弄一千瓜 反正能存点不多 一家收入个四五千块钱 反正我这说是 要有这也管的 能攒的钱两 要没这也管的 这行事稍微存点不多吧 那是 你那是具体想找什么样的 说话老客 抗快点的 那是 我怀疑出事 能随和点的 那你们感觉 我不看歌吗 这么干节主 给我一下就说了 对 昨天我也说了 主要是回来自的 然後我從那個姐妹那些房間 又做菜 再也給她們倒水茶 我看那姐妹都是回來的 就是我就簡直說美中不如 就是個我覺得是在我心目當中是私平 我說薛大哥呀 俗話說啊 當人不說短 你咋還當面嫌人嚴大姐的身高不達標呢 一心想找個能說會到會來事兒的媳婦 你自己咋還這時候犯起糊塗了呢 再看嚴大姐呀 本來就不打熱呼 一聽薛大哥這麼一說呀 可就更不咋樂意了 我講到這兒也不行 外表形象什麼的都不行 我也不想找她這樣的 我只想找個乾淨立正的 像個有男一味兒那種 最主要的就是形象上 一手特別乾淨立正 穿一幕把把張張張的那種 打開打開你的嘴子 差點了 我就實話實說 給你的感覺還行的話 有能往我那邊發達嗎 上我那邊 這玩意兒見面 我也不能說行不行 這不得慢慢互相瞭解嗎 對不對再說的 人去不了 孩子那個 你看看看孩子 要說嚴大姐這會來事迎來送往的張羅勁 也是薛大哥喜歡的 但是臨了臨了 關鍵時刻 薛大哥倒是來實在勁了 這幾句話 把自己的機會給堵死了 能看出來啊 薛大哥之所以一直想找個會來事的 其實呢 就是想家裡來人去且的時候啊 自己能有點面子 可是話說回來 會來事 畢竟是給外人看的 適不適合跟你過日子 也許更重要 薛大哥 密碩師伯 好